哈囉,大家好,我是Niko喵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是這款柔和的玫瑰 這款彩繪看起來好像有點複雜 但其實很簡單 而且重點是它做出來的感覺很柔和 我覺得是那種很舒服、輕柔的感覺 首先我們上Best Code照燈30秒 跟著拿出我們的色膠 這個是白色色膠,直接上色 那有的時候刷的時候 如果你有一點小氣泡 就來回清刷個兩三次就可以囉 然後靜置一下就會飽和了 照燈30秒 我覺得是非常漂亮的那種紫蘿蘭的感覺 薰衣草色,很喜歡喔,很好看 好,畫出兩個半圓形之後 照燈30秒 這是我們的花朵的顏色 再拿出白色色膠,直接畫上彩繪喔 先從中間畫一個圓形 半圓形、朵圓形都可以 然後呢,上下畫出花包 就是兩個半圓形 那你可以有一點不規則 那你有發現我在花瓣跟花瓣的中間 就是會再畫一個花瓣 就是我不會重疊在同一個區塊上 我會在兩個花瓣的中間再畫一個花瓣 聽得懂嗎? 你應該蠻聰明的 我講的有一點饒舌喔 好 那你的花瓣要有一點曲線 就是看起來會更好看 不會那麼死板喔 好,覺得OK了之後 左下也是 再一次喔,畫一個圈圈 那上下個畫一個花瓣 通常第一層我就是上下個一個 或左右個一個 反正第一層就是兩個花瓣就對了 然後花瓣跟花瓣的中間一樣 再疊出花瓣 然後就這樣一直不停的重複堆疊出來喔 這樣堆疊就可以了 好,繼續 就把它那個花瓣全部畫滿顏色的位置喔 全部塗滿這樣 所以你有的花瓣大 有的花瓣小都沒有關係喔 因為花瓣其實就是有一點點 我覺得不規則的形狀 會更自然喔 好,看一下 兩朵花就完成了 照燈30秒 然後拿出我們的星空貼 這個步驟沒有的話也可以略過喔 或者是上一點亮粉也可以 它有兩面 一面是亮面 一面是霧面 霧面朝下 往下貼 這樣子就可以囉 那如果你發現好像貼不太上去的話 你也可以先上一層那個BASS CODE 照燈之後再貼 就會很牢固喔 就一定黏得上去 那上完TOP CODE之後呢 就可以貼上鑽石 然後照燈30秒 就完成囉 如果今天你是真指甲的話 你怕鑽不牢固 就再上一層TOP CODE 把鑽包在中間 那因為其實假片我想要它有一點點折射感 所以呢 我就這個步驟照完燈之後就完成囉 OK 給你們看一下啊 是不是很柔和清爽的感覺呢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次簡單的教學 我們下次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ナ600 圈